看上去的雲吞也蠻洗粒 有時候雲吞大大粒 很可怕的 接著我們就來少少醋 醋中和一下 麵就會更好吃 這雙不太適合心水 多少錢呢? 455 元 又或者這雙太花費了 價錢是一樣的 該灰了 我算你不打折 當時 他們很厲害 在天體門口 翻版也要賣35 這樣呢 我就覺得不服氣了 有什麼理由 299 Hello Hello 各位公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前進路 我身後就是萬國廣場 今天來萬國廣場 我是打算進去買些東西的 因為打折櫃 又到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哥倫比亞全場3至5折 但是現在為時尚早 我又見到有點肚餓 就和大家去找些東西吃 話說有一間麵店 都答應了大家去吃 很久很久很久 有沒有兩個月 我都忘記了 就是魚丸美食 名字很難讀 現在快點過去 在這條行路過去 大概8分鐘就會到 早幾天還很涼爽 這幾天一不下雨 大家看看 現在這條行路是34度 所以我這麼晚出來拍攝 是有原因的 我這麼快就在前面 我的食物就到了 我點了一個靜的蛋麵 和小的靜的雲吞 我早知道雲吞 不要拌麵 不過也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有這個塵素 我們先從雲吞試一下 是可以選擇蝦的 不過我怕自己的腸胃不生性 所以就沒有選擇蝦了 看上去的雲吞 也挺小粒 對吧 有時有些雲吞大大粒 很突然害怕 其實我近期都很久沒吃過雲吞 咦 對上一次幾日吃 真的忘記了 這麼小粒 我是第二次來這個魚丸美食 上一次是剛好做直播結束的時候經過 當時還是方酸疫情期間 我買了一份打包酒 都已經覺得真的不錯 而且我喜歡的雲吞 不算很重鹹水味 而且不是很硬 至於雲吞 剛才我吃了一粒 它的皮不是那種很薄很薄很薄 不像我們上次去增成吃到的 很像張紙 它就比那種最薄的稍微厚一點點 但也不知道會硬身 不過當然 硬一點點我都接受到的 至於肉裏 我上網看過一些評論 它就說 它們的肉不是太好 但是我現在吃肉又不夠 所以其實有時候 那些評論 你不太順利 為什麼呢 我試過去吃飯 我看著它 他們說五粒星 當然是她和我老婆 去完之後吃完 雖然不算差 但是還未知道五粒星 最後我們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在結帳的時候 那個收銀姐姐好下 走過來跟我們說 阿生 不如這樣吧 你點個五星 我打個九五折給你 最後的結果就是 你不用打折了 我兩星可以了 至於這裡 當然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剛才也說過 現在廣州天氣熱了很多 我幸好正對著有個冷氣機 試過雲吞 我們又來試試麵 吃麵 我先不加醋 試試味道 看上去都很遠 不是那些死的鹹水麵 先試試不用醋 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轎門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通常一個美食博主 是不會整柱這樣倒進口 兩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不理官了 第二個原因 其實你等完進口之後 說話 你整口麵其實是不好的 所以要懶惰弄少少 這個麵 完全符合我的標準 它是不會太軟的 有些軟的 有些軟度好像畫面一樣 一浸下去 就滑了 它這裡比較適中 不會說 浸下去滑了 如果我這麼嚴尖 我的牙齒這麼差 其實再軟一點點會好些 不過 還是有少少淡水味 跟著我們就來少少醋 加點醋 中和一下 麵就會更好吃 如果未吃這裡 除了吃麵 比較受歡迎之外 其實還有飯 我剛才看到 後面的哥哥 我來問有沒有碟豆飯 老闆娘也說 有啊有啊有啊 有碟豆飯 即常在裡面煮 價格都不算太昂貴 都是25元左右 有啊 在這裡的皮頭 其實都算不錯 還有這樣的環境 之於我呢 就快快去正面的麵 等一會就去曼國那邊 看看有什麼食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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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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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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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最吸引我了 下次可以跟女儿来一下 下午茶餐加朋友出现19.9 以前在中华广场的时候 省看场旁边有一家 现在都好像在这里 整天跟老婆去的 很久没有过来 现在又好像有了 下次可以过去看看 首先大家如果未来过 曼国广场买东西 或者叫曼国 Outlet 可能大家知道 价钱很便宜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千万不要不认为 因为全部都是 正版代理商收钱 绝对没问题 不如说三月左右 大家看到这里 两件会员是五折 不是会员是六折 当然打得六折 当然不会是很新的货 但胜在便耐用 很多时候 三月组那些买 你不会买两双鞋 买袋买一双鞋 又或者鞋我也不想买 买一双蜜可以吗? 其实他在那里赚你钱 不但如此 还有美国观众 比较熟悉的牌子 打棒球 旁边还有鳄鱼 鳄鱼我真的不太熟 我记得以前是一个香港大老妻做的 究竟现在是怎样呢? 真的不得已知 两件八折 通常买衣服 我也是 好像这一件 又是日本牌子 我就会比较少些 通常都是买鞋 或者买袋 我才会来这里选 那个欧 又或者是三件 除了其他外国牌子 还有国产 美业 全场三折起 两件折 再打七折 我们上二楼 通常一楼那些 都会贵一点 而二楼那些 就更便宜 都会连CK也有 大家看到一楼 其实最便宜的楼上 这里应该是三楼 上次我在买过一楼 鞋子超便宜 就是這裏了 買看看會員專箱 4.8折 滿400元,減100元 很驚人 就這間,我們進去看看鞋子 569元是原價 400元再減 其實為了3折 當然,我們今天不是來買足夠鞋子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們的貨物不是最新的 所以才會有這麼便宜 例如我面前這一對 這對應該人造草吧 599 打完折都是大約4折 這對如果不是我經常到處走 其實挺好 854元 即是多少? 再減200 即是圍到654 不過這對真的不太適合 我經常到處走 如果長期在室內 不用到處走 又或者戶外辦公比較多 這對好看 這對就貴一點點 1099 即是說 再會減...幾錢? 再減200元 8個水 抵不抵不抵也好 這對是女裝的,走走走走走走 這款不抵不抵 我們去看看那把刀 應該是在前方 另外還有一個 我都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 話說這樣的 我在這裡獻醜 我不是那些收縮還買人的 兩三年前 我曾經試過買過一對翻版的 舊幾歲的那些 上網賣拼多多的那些 但又真的挺好穿的 為甚麼呢? 它舒服得來又防水 即是濕一點點 所以其實這個都可以進去看看 不過在門口感受到 好像沒甚麼打折 這對... 這對不太適合心水 多少錢呢? 455元 又或者這對... 這對就太花費了 價錢是一樣的 這些質地就對我了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 即是連翻版都這麼好穿呢? 正版你更加不用說 472元 這個可以考慮 稍微嫌它的底部比較平 還有這顏色 這顏色好像比較奇怪 至於旁邊的黃色 似乎更奇怪 再看看 再看看 這顏色好 不過呢 如果被老婆看到 它實話是狗肉色的 像狗肉嗎? 這對全黑好 它的面是溶面來的 但是呢 防水效果可能不太好 712元 貴一點 這個牌子在這裏 好像打字不太厲害 隔開一點 400多 700多 看了幾間 都是不太合 款式又舊了些 價錢又不算很便宜 我們下回一樓 再看看這把刀 其實呢 大家有看我的頻道 都知道 現在匯聯網銷售 很厲害 前幾天 就有一個博主 走去上十九 冷冷清清 其實大多數原因 都是被匯聯網購物 Online 銷售 衝擊 但唯獨我認為 賣鞋這個行業 相對會好些 你說賣衣服 我上網買完之後 如果真的不適合 我就寄回去換 是不是? 賣鞋也可以 但是呢 我始終認為鞋 你要慢慢試 試對了才行 難道你換幾次嗎 至於衣服 真的闊了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鞋呢 你是沒辦法接受得到 闊一點 緊一點 都是不可以 所以呢 所以呢 上網買東西 有時候 不會衝擊到買鞋 那麼交關 就是一個原因 正因如此 萬國廣場 其實都還是挺熱鬧的 剛才我們一路過來 亦都看到有不少人 大包小包 大家不要忘記 今天是星期四 下午 又未放假又成這樣 都那麼多人過來買東西 如果換作其他商場 真的冷清清 是吧 好 我們回到一樓了 連這件也有 舊版 多少錢呢 可惜只有舊版 沒有新版 同樣呢 這裏也是 四件 只有六折 我去年 在天鑼城買了一件正版 打風吹了樓 是不是人都瘋了 既然是這樣 大家應該都知道 為何它們不夠 賣到這麼便宜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它是沒有新款 全部都是這些舊款 其他我不認識的 波衣 我當然認識 這件都還好 不過這件是 小童裝 這件都算新的 不過賽季都過了 剛才我看到 萬年那件衣服 是賣四百多元 如果是四件六折 我買四件 一千六折 一百六折 一千元 我有四件 正版 廢話笑說 我們先去找關鍋 為何不太見 終於找到了 這三件 他們連三月草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有三件 在萬國 至於關鍋 只能借它 其實兩個牌子 我喜歡這個牌子 因為兩個牌子 兩個牌子 都一樣 所以就喜歡關鍋 多些 這裡打折是這樣的 六百八十八 就減兩百 八百八十八 就減三百 賣多少錢呢 不知道賣多少錢 看看 還有一顆星 該灰 我算你不打折 那時候 他們很厲害 在天體門口 翻版也要賣三十五 該會內 我再看清楚 不打一枝149 神經病 這樣呢 我就覺得不服氣了 有什麼理由 299 嘩 這雙真厲害 我又買過一雙 買完之後 高血壓就沒有再穿過上腳 藍色的 都是這個價錢 不過這裡會打折 最後 我是什麼都看不對的 不是太貴 又是刀斧不適合 又等等 不過呢 我還有一個牌子 也是非常之便宜 便宜到 你有點而不相信 還交關過萬國的 不過我還在想 去不去好 到時再說吧 或者我在直播中 問一下觀眾 你們告訴我 等這條片出了 我再問觀眾 各位觀眾 影片到此為止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